继续两个都跟您荷包有关 车辆围停被开红单不服 反而被罚5万是怎么回事 另外最近三星从好贵 这全台的冲价都有上扬吗 稍后来关心 我们先来看高雄这个男子 他因为车子围停在了红线上面 结果被拖掉 既然就这样骑车一路追 追了一公里蓝车 然后现场跟警方吵起来 还发生了推挤 最后被一一妨害公共送办 被判拘役50天 可一颗罚金5万块钱 其实原本就是不到2000元的 交通围停费 现在要得付出5万元代价 轿车围停红线被拖掉 没想到脱离了一段路之后 车主骑车追上来拦车 拜托警方别拖走 求警方网看一面被拒绝 车主情绪越来越激动 不断推及警方 还整个人拉住拖掉车 警方和拖掉车司机合力拉人 使命抵挡车被拖掉 然而却被压制在地高雄 沿城区这名车主 被依妨害公务罪送办 过程中因为他有攀爬 脱掉车的形势 我们现场执行的远警 为了避免遭受危害 以及对方有受伤的形势 于是在现场有实施强制力 这名车主最后被判拘以五十天 可一颗罚金五万元 原本一千九百元的交通违停罚金 而今却得因为自己拦脱掉的行径 付出五万元的代价 警方呼吁用路人 千万别违规停车 吃上罚单得不偿失 造成交通事故 恐怕更难以收拾 华时新闻秋军平 提许文难 高雄报道